狗医生服务是运用狗儿与人类之间的互动 达到辅助人类治疗的效果 狗医生即是医疗性全知 介于家产与工作权之间 通过严格训练及筛选后获得认证 人类经由狗医生的陪伴提升医疗效果 狗医生组织会定期到医院、老人养护中心、特殊教育中心等进行探访活动 在拉近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之后 更能让人懂得爱护动物 进而减少台湾流浪状问题 狗医生的训练过程其实我们分别三个阶段 有基础班、中级班跟刚下班 那一开始的基础班其实我们并没有设定说 就是狗医生能够来帮助同家课程 就是只要一般养狗的主人 他对于我的一些训练上或者是行为上 他有一些的问题 他想要改善这些问题 或者想要让人狗之间的关心对他的 其实他都可以放以来下一个课程 通常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 他跟他的狗狗完全可能一臂是新手养狗 所以他不知道整个狗狗的生活可以去做互动 那有些是他有很多的养狗经验 但他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养狗的方式 那有些是他可能去领养的 那所以他跟这个狗狗完全还没有建立良好的关系 那他希望来这边有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教育之后 可以让狗狗跟他关系做改变 那有些他可能本身就已经有一些教育知识 可是他希望他的狗狗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那有些是他很清楚的就是希望他狗狗可以成为狗医生 所以他在狗医生协会上课 因为一开始我是因为不知道要怎么跟他相处 就是毕竟就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对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之后想要念艺术治疗 对然后我发现国外艺术治疗 他有一部分是复合动物质疗 对所以我想要先来接触刚刚的狗医生 也许以后会有些不一样的火花吧 其实像以狗医生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都会做到所谓的生命教育的部分 所以呢狗医生的一些介绍 也目前也已经在我小五年级的国律课本 康宣版第四课其实都有讲到所谓不一样的医生 就是狗医生就是在介绍我们 那所以生命的教育已经在向下扎根了 那我们会更希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机构 也可以都来邀请我们 然后呢我们狗医生可以走路到校园里面 走路到所谓的医院里面 然后让更多人了解到 诶动物丑物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丑物 它真的可以就一些使勤 然后陪伴我们 所以爱它们 就是带着它们一起来上课 因为我们的训练方式是不担多的 就是属于正向教育 真的动物它们就是你越爱它 你对它是正向的教育方法的话 其实在狗医生的一个小肚子也爱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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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